美国职棒大联盟MLB休士顿太空人今天宣布,以二年6600万美元,约薪台币20.3亿元,的延长合约留下王牌投手魏兰德,Justin Verlander,让他成为史上平均年薪最高的投手。 太空人总经理鲁诺,Jeff Lano,在公布这项合约时提到,魏兰德是棒球界最顶尖的投手之一,他2017年球季尾声到休士顿后,帮助太空人夺下队史第一个世界大赛冠军,我们的球迷将分享我的喜悦, 那就是魏兰德将续川太空人球衣至少三年。 自魏兰德剩下一年的合约到齐后,将执行这份二年6600万美元的延长合约,这让他的平均年薪高达3300万美元,约薪台币10.1亿元,是史上平均年薪最高的投手。 事实上也只有平均年薪3600万美元,约薪台币11.1亿元, 德外野手楚劳特,Mike Trout,平均年薪高过魏兰德, 楚劳特近期才和洛杉矶天使签下12年4.3亿美元,约薪台币133亿元,合约。 36岁的魏兰德2017年被底特绿老虎交易后,上季是他在太空人的第一个完整球季, 他先发34场,有16胜9败,防御率2.52的成绩,并以294三阵成为美联三阵王。 魏兰德2011年拿下美联赛养奖,年度最有价值球员,MVP,上季是他第三次在赛养奖票选排名第二,过去7年他都排在前5名。 整体来看,魏兰德在太空人39场先发中,有21胜9败,防御率2.32的成绩, 在248局投球中,三阵333名打者,太空人2017年将他交易过来后,就拿下世界大赛冠军。 太空人过去几天内,已经敲定几币延长合约,包括以6年1亿美元,约型台币30.8亿元, 签下明星三磊首布里格曼,Alex Bregman,以2年1750万美元,约型台币5.4亿元, 签下右头普利斯,Ryan Presley。 将满25岁的布里格曼,上季打击率2×86,有全联盟最多的51支二雷安打, 还有31支全雷打,103分打电,跑回105分,在美联MVP票选中排名第五。 30岁的普利斯今年年薪290万美元,约薪台币8961万元, 本季后将可成为自由球员,新合约将涵盖2020-2021年球季。 30岁的普利斯今年年薪290万美元,约薪420万美元,约薪420万美元,